台南花园夜市人潮几暴 摊贩却闹轰轰 一对男女站在摊位桌椅旁 还带着一个孩子 与摊贩老板拉拉扯扯 这对夫妻疑似没点餐 却占据空桌 让店家不满当场标骂大吵 我们那个单来前面对三次 确定没有点餐 他去问他 你到底是叫什么 他就不理我们 炒面凉的一堆 整堂顶 基本都没我的东西 事发在这家鹅仔簪 根据店家说法 这对夫妻并没有点餐 周末晚间 鹅仔簪摊位几乎全满 只剩这座空桌 这对夫妻一路买 带着别摊的食物 占据店家仅剩的空桌 店家再三确认有没有点餐 对方不理也不走 老板气到上前理论 才引爆冲突 夹在父母中间的小孩见状 当场吓得嚎头大哭 在这行李中以何为贵 他没完点 我们就不要看他 让他默默的走 这事就算了 我们真的无言 我们发言是 这边是不是就是 没有那种公共的座位 让消费者可以做 原则上是疫情的关系 说我把它收掉了 所以暂时是没有提供 出家游客全部出笼 回流七成以上 小吃没座位 小吃摊也不愿被白白占位子 意外引爆夜市战火 记者赖管张罗彩瑶 探探报道